政府购15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P州却排除在外 尼克敏需中央政府给人民交代 太平24日续 P里州行动党主席兼后廊区州议员尼克敏今日指出 政府两次采购150万剂英国阿斯利康疫苗免费供应人民 可是列入红区及加强行管令以MCO的P州却两度被排除在外 对此中央政府必须给250万霹雳州子民一个公平的交代 霹雳传染数高居全国第三 也是安顺区国会议员的尼克敏指出 根据卫生部总监丹斯里诺西山发布的数据显示 霹雳州的新冠肺炎病例不但在过去14天暴增160% 至今染疫人数高达18549宗 更令人震惊的是霹雳州的病毒传染数更高居全国第三 高达1.25% 这种情况仅次于沙巴纳敏的2.55%及及打低1.27% 证明P州疫情已经达到严重的地步 尼克敏说霹雳州1.25%的基本传染数 也远高于国内1.13%的平均基本传染数 可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如今已经列入加强行管令EMCO的P州 至今却再度被政府排除在阿斯利康疫苗登记州数之外 这对广大P州人民十分不公平 尼克敏指出 根据科医部长凯里的宣布 政府分别已经采购26万及124万剂阿斯利康的疫苗 可是政府只限槟城、雪兰娥、吉隆坡、柔佛及沙拉越 5个地区60岁以上的人民申请 列入红区的P例完全没有份 推特为民请命质问首相 为了替州内人民请命 尼克敏今天在推特上也特别标记首相丹斯里慕尤丁 并质问首相是否P州人民的生命不重要 所以再三地被中央政府变远化 P接众人数只有5.69% 尼克敏今日连同太平国会议员郑国林走访 太平星版新村向低收入家庭伸出援手后 向媒体表示 虽然目前P州已经列入加强行管令地区 可是州内的疫苗接种率还是只有5.69% 这种归宿发展令人担忧 因此他呼吁政府总动员加速疫苗接种计划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